所有的观众朋友 现在的时间已经进到了10点31分了 就在这个时候 马英九即将又要再次召开记者会 一个早上两个小时之内召开了两次记者会 为什么要这样子召开频率这么高呢 今天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日子 因为最重要就是对于王金平的开闸 可是昨天的机场的阵仗 马总统看了心里面会不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王金平这么会有人脉 这么多人到机场去呢 任俊 昨天的整个场景这样子看起来 未来的趋势 王金平还有那个人气在吗 不过当然昨天去现场的声援的群众 大部分是以他南部的相亲为主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场面 其实马英九既然决定要斗倒王金平 那我相信是在他的评估跟衡量的范围之内 也是他自认为是他可以承受的 为什么因为马英九 其实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面他也讲 他说在过往的时候 其实在包含选举的时候 或在立法院王金平都给了很多的支持 但是如果就选举上面来看 就马英九个人来说 因为他毕竟已经走到他政治生命的最高峰了 他已经当到总统第二任了 那接下来他个人来说 不会有面临选举的问题 没有那个压力 对没有那个压力 没有那个人情包袱了 对王金平对他来讲 在选举的部分 能够对马英九个人来说 还有什么样的助力 我相信他其实自己评量上面是不会有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 王金平是不是还能够就是在为国民党贡献心理 这个是王金平在昨天的这个声明里面 他特别强调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片面去认 去否定我的话 那未来可能会怎么样 我认为这个是王金平的说法 昨天有一部分是在向国民党的这些人在喊话 那对马英九来讲 其实王金平所说的任何话 似乎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功效了 你只要看说马英九其实在8月31号 就已经接到了这个所谓黄世民 去到官邸半夜去跟他报告的这件事情 可是他隐忍了6天完全都不处理 一直等到特征组开了记者会之后 好 马英九在礼拜六的时候 他因为当时是国民党中常委投票 所以他出来他去投票的时候 他也讲说好 我已经请这个曾永泉 去打电话给王金平 希望他尽速回国说明 可是你会发现到 时隔只有一天而已 礼拜天马英九就亲自下午的时候 出来开记者会重炮批评王金平 然后讲说有 他有打电话给我 事实上你如果从这个时程上面来看 马英九大有6天的时间 可以好好的找王金平来说 为什么不找 对 他都没有找 故意摆着 故意搁置 故意让你出国 其实在这时间上面 就是我们大家会觉得 站在这个某个角度 当然王金平他如果真的做 如果他真的针对个案做官输 我必须要强调 官输这件事情是我们所不能容许的 我们一直被告诉说 司法像黄后的征操一样 我们大家都不要去质疑他 可是今天我们却看到 政治人物似乎有可能是 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处理他自己个人的司法问题 那这样的状况对我们来讲 是不能接受的 可是大家会去质疑说 你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马英九你的那个急迫性 到底究竟在哪里 也就是说你今天前一天才说 希望他回国 你第二天就告诉大家说 你打电话给我 我是不相信的 重点是马英九在那一天 礼拜天的记者会上面 他一直强调说 王金平已经打电话给我 跟我解释 他不是官说 他是关心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 如果这不是官说 那什么才叫做官说 其实马英九在礼拜天 就已经定掉这件事情 就是你的解释 我是不接受的 所以当他那个后面 你就可以接受 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后面不断不断的打 所以王金平昨天的 那样的一个态势 其实乡亲给他的温暖跟支持 王金平当然心有所感 南部就发动 十辆游览车就上来 那个场面似乎 看起来确实是很浩大 可是政治不是只靠场面浩大 就可以结束的 也就是说 当然如果王金平他今天个人要做出他政治生命上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很多人现在在垂涉说 前面也有宋楚瑜的例子 宋楚瑜当时国民党恶搞他的时候恶多他不满 出去组成了亲民党 但是后面的结果怎么样 我相信整个政治发展的历程 大家都心里都很清楚 王金平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他今天真的跟国民党决裂之后 如果他是我自己去跟国民党决裂 对他来讲 不见得是有很大的胜算 我只要讲一个 就大家只要讲把这个背这两个字贴在他身上 就坐实了整个人家认为说 你没错 你看马英九指控你是对的 马英九他认为 国民党里面认为说 你今天就是暗地区跟民进党里面很好 最近大家又扯出来说 你之前马英九的这个特别废案的时候 还有曾永泉带队 统统带着去找王金平 说希望能够去找这个侯宽人 当时王金平也否认 也拒绝 对不对 你结果现在去查出来说 你是居然还有帮柯建平去桥大的司法案件 那这些其实都会让王金平其实产生很大的一个 一个政治上面的压力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王金平他的任何 如果今天 待会等一下那个考机会开杂志 就开杂志后 因为他到底会怎么样的结果 还不太确定 但是势必上面 你如果是撤销跟开除党籍来讲 对王金平来讲 他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而且马上就是 像今天这个 其实民进党已经放话了 说你今天下午 如果你还是继续组朝野协商的话 我们一定会力挺你到底 那王金平在接下来 我们应该会观察 就是说 等一下马英九开完记者会之后 王金平这边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那还是说他会坚持 比如说像现在有学者提说 你可以走这个民事的这个部分 去打官司 然后捍卫住你院长的宝座 不管好不好看是一回事 但最少你可以有一个应变的时间 王金平再来要怎么应变 十点半的时候 现在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六分钟了 马英九说十点半要开记者会 到现在目前还没有开 竟然 王金平现在遇到这样的状况 可是王金平的好朋友李登辉 好像到目前都没有坑声 李登辉身经百战 他非常知道权力的过程 因为他也是经过 讲经过过世以后 讲宋美龄 还有相关的党国大佬 那个时候的主党 他一路上也是 风风雨雨起来的 对 也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 然后甚至借用民进党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展他自己的实力 这个政治实力 所以他非常清楚 这个斗争的过程 我认为他不会不出手 那只是什么时候出手 那现在的状况 只是看到两边 你没看到球丢来丢去吗 昨天晚上七点半 看到王金平回来的时候 王金平丢了一个球 马上辅跟那个特政组 特政组都开记者会啦 就接球 今天早上又看到了 这个我们的马英九总统出来 开个记者会 又把球丢出来 然后王金平又接了一个球 他又进了考纪会 本来考纪会没有要请王金平的 是因为王金平昨天说了这样的事情 也临时让你好 你要说我就让你说了嘛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变化非常的多 那在这里 再看待会 马英九总统要出来讲什么话 然后这个考纪会 你没看到快刀斩乱吗 但是问题 王金平进去党部10分钟 人就走了 那这代表什么意味 这个代表 他不愿意被屈辱 他如果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被问 那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啊 那这个过程到底是怎样啊 你觉得难不难堪 嗯 有点难堪 是 宁可不说 宁可就是 我发个声明告诉你 我在这里过程是如何如何 做了一个我该有的说明 因为他也说 你不可以不让我说话 就宰我吧 他自己昨天要求考纪会 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今天必须要到场 给自己个机会 因为他要求人家要给他机会 那他自己也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的绵密当中 整个的变化 整个的政局是如何发展 李登辉先生长期以来 我刚刚讲了 打过这么大 这么多的这个政治战役以后 他现在会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 他想要看台湾政局如何发展 他在这个着眼点上90几岁 插了十几根这个支架 他还能够有多少的能力去影响 在这个政局会往哪里去发展 大家在对于现在的政局 有非常多的期待 希望 所以你觉得李登辉 他只会隔岸关虎斗 他不会有任何作为 他不会给王静明 什么样的建议吗 在线下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线价大家都想有一个 对于马英九 可能开了电视 看了就讨厌 希望反马势力能够成气候 可是今天看到的是 反马势力一直不成气候 大家对于马英九非常非常讨厌 但是反马势力不成气候 我必须说羊吃草老虎吃肉 今天马英九就告诉你 I'm the boss 我是老板 马英九吃肉 大家都骂他疯了 大家都骂他阴狠 这种事也做得出来 请问现在下面的这些终身带 谁敢挑战他 好像没有 过去马英九挑战了连 挑战的李 一路上打雷台进来的 在权力的竞技场上 罗马竞技场上 就必须一关通过一关 这次马英九 把王清平打成这个样子 大家都说可怕可怕 疯了疯了 但是这一关过了 请问 这个路上确实孤极 他本来就不是靠朋友起家 他本来就是靠自己打天下打下来的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记不记得2012年他选总统的时候 大家也在旁边讲了很多风凉话 也在旁边说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选举很难打很难打 明年2014大家也说打不下去 打不下去 结果呢 结果从2012 从过去的经验里面 他执政这么差 2008到2012执政这么差 等等等等要选很难选 那一路上不是这样过了吗 那请问 以现下有王金平跟没有王金平 明年的选举结果差多少 那请问一下 这是个变数 立刚 大家是不是觉得国民党不争气 有没有觉得民进党也不长进 我们在烂苹果里面挑一颗 比较好一点的烂苹果 所以以现在的状况下 明年2014国民党可能选不好 请问民进党真的会选好吗 所以今天大家的问题是 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觉得 不要再吵不要再闹了 我只想好好的生活 所以这一仗 马英九有没有赢有没有输 马英九可能输 民进党有没有赢有没有输 民进党也输 台湾有没有赢有没有输 台湾也输 整个大家都输 没有一个人赢了 整个的状况是加 大多数老百姓你去听 拜托拜托拜托 我要过日子 但是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可是今天的斗争仍然继续持续 所以马英九他在未来 他会变成浴火凤凰吗 还是浴火之后变成一只烤鸡呢 我们休息一下 就要准备进马英九的现场连线了